花蓮市第二次里长汇报16号上午举行 除了由公所各科室主管报告业务内容 也听取里长建议希望可以解决市民的大小事 而市长魏佳燕他表示 花蓮市有几项重要公共工程陆续完工了 但需要民众发挥公德心共同来维护使用 也请里长可以向市民来多加宣导 花蓮市第二次里长汇报10月16号上午举行 由市长魏佳燕亲自主持 希望透过每一季里长汇报来倾听基层声音 也汇集里长和市民的意见来做好各项的市政工作 今年度第二次的一个里长汇报 那是由我们民政科这边办理 那主要是也是倾听我们所有里长 跟我们市民的一些心声 那毕竟里长是第一线的一个工作 那可能会接受到蛮多要处理市民的一些反应跟陈情 那今天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时间 然后请里长能够将所有的细节都写下来 那平常我们其实就有在帮里长 处理很多的市民的一些事物 会议首先由公所各科室主管报告最新的业务内容 接着来讨论上一次汇报里长提案的执行状况 并且透过讨论与沟通了解各里间的事物 同时市长也请里长们要加强向市民宣导 维护公共设施的功德心 在今年度后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重大的工程 都陆续的在完工跟竣工跟启用 那主要的是包括我们的农民桥 还有我们的风雨球场合成计划 那还有我们拉苏丹的一个聚会所等等 那我们也要感谢里长 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时间跟包容 那还有很多的区务证跟指证 那其实未来也希望说这样的场域 能够开放给我们市民 那请也会跟里长说 请大家一定要爱惜这些场域 切勿在里面有进行 不是该项目可以使用的 包括前阵子有一些烧胎 可能有一些破坏球场的部分 那可能要拜托里长 跟我们说市民再呼吁一下 市长魏嘉燕最后也提醒里长们 要定期做健康检查 确保身体健康 剪辘会幻视报道